要不要跟大家說對不起 我在深深的跟他們說聲對不起 我在這邊再跟你們道歉一下說 我這個爸爸是失敗的 我跟你們說聲道歉 但是我也希望你們的小孩子 可以早日康復 謝謝 我們真的是對不起他們 或許他會變成這樣 是我沒有交好這一些 謝謝 因為昨天的事情 媽媽的情緒或許有抱來 抱著小孩子一下下 我們今天最重要的就是 因為我們本來 昨天我在店裡的時候 有很多媒體記者問到我說 我就說要趕上來 趕上來對那些被我兒子傷害的那一些 一個小朋友嘛 一個先生 因為我有運過醫院 因為他們一個還在嫁禍病房 一個還在普通病房 因為畢竟他們還沒有辦法 還沒有離財 所以我今天沒有辦法去醫院 去表達說我對他們的歉意 就像我在屏東講的一樣 小孩子 我會跟我的小孩子 跟我的老婆 一起去面對這一些 但是我最擔心的就是 那兩個一個小朋友 一個被我兒子受傷的 那兩個小朋友 我希望他 我沒有辦法到醫院去 我希望在這邊 藉著記者在這邊 我在深深的跟他們說聲 對不起 因為我希望他們 他們是他們心目中的 小孩子 我 我不希望他們受到傷害 就像我在高雄 我在屏東講的一樣 他們受到傷害 比我的小孩子受到傷害更大 我希望他們都能夠平安 我也會答應他們 我會跟我小朋友一起努力 包括我跟我老婆 一起去負擔他們 他們以後的什麼事情 我們都會盡力的去幫他們做好 也希望他們能夠 小朋友可以早日康復 父母親也可以重新的得到他 心愛的小朋友 我會跟我生病的小孩跟媽媽 一起努力的去度過這個難關 我也希望造成社會大眾 我真的不會教小孩 我在這邊再跟你們道歉一下 說我這個爸爸是失敗的 希望那些受傷的小朋友 爸爸媽媽 我不求你們原諒我 我只求你們 用心的去照顧你們的小朋友 因為我做錯了 我跟你們說聲道歉 但是我也希望你們的小孩子 可以早日康復 謝謝 謝謝 我還在身為宿舖 我們都知道沒有人想要把孩子交成這樣子的 可是孩子之前有沒有什麼情況 你們已經覺得不對勁 或是因為他也有就醫 是不是你們也有發現到呢 這個就是 這個 那個司法 我們都在跟檢察官那邊 我們全部都有交給司法 因為現在在司法部正開 這些東西我們都有交給檢察官或律師 這一些都有跟他們講了 所以在這邊我們沒有辦法幫你們透露太多 那他原本就醫的狀況 就醫的狀況 全部的 醫療 比如說什麼時候就醫什麼時候 看病 這一些 一五一十的這些 狀況 我們都有交給警方了 所以現在因為檢察有告訴我們 檢察不公開 所以我在這邊不能夠多講 因為我該講的 該呈的病例啊 那一些我都有呈上去了 所以在這邊 我講的 不一定是真的 但是呈到檢察官那邊的 他們也會統一的發聲文稿去跟你們講 謝謝 等一下有可能打算之後 要去醫院探望的一些小酒 有啊 因為我本來 昨天到今天就想要去探望他 只是 因為第一個 一個小朋友還在加護病房 然後我們有跟醫院聯絡 但是 我們也要需要 說真的 他們是被害者 我們沒有權力去要求他們 原諒我們 我們有好幾次去跟他聯絡 醫院醫院醫師說叫我們暫緩 因為畢竟 受傷的是他們 我們去道歉 我們的誠意再多 我們就算歸下去 小朋友沒有趕快好 所以我只有 借在這裡 跟大家 懇求說 希望他們會看到我們的誠意 我們真的是對不起他們 那您說昨天晚上還看媽媽有看到孩子有跟孩子保留一下 他有跟媽媽當時還有說什麼 沒有說什麼 就是抱在一起而已 沒有跟媽媽道歉 或是 有讓媽媽傷心 沒有 因為可能 可能 可能就是兩個 就是無言的這樣子抱著 哭一下這樣子 因為他可能身上也有傷啊 他也太不舒服 對啊 畢竟 情緒中 情緒中就是 就是不穩定啊 對啊 就是不穩定啊 對啊 因為說真的 他 我 就像你們在問我說 他 我就跟你們講 就是 意思就是說 很多東西就是 真材不公開 我沒辦法多說什麼 因為小孩子 有什麼事情 不應該是由我這個 不負責任做錯的父親去講 因為在講 他還是錯 我就交給警方去認定他 因為他已經20歲了 他對他的行為負責 我現在擔心的就是 小朋友 就是對方的小朋友 跟那個年輕人 我要對他們負責 其他的小朋友 我的小朋友 他說真的 我會協助他 因為畢竟我是他爸爸 你說我不捨得 是騙人的 我會努力的去幫助他 但是我現在的前提是 在現在的大庭廣眾之下 我要向各位大眾就是說 我這個爸爸 我做錯了 我應該要陪伴著我 我這個小孩一起努力 或許他會變成這樣 是我沒有教好這一些 謝謝